这里就是无数中国人都想带父母亲自来看上一眼的天下第一关 山海关 它的防御系统设计到底有多牛呢 600多年来从来没有被攻破过 很多人都知道山海关 但是里面有什么您却不知道 观众木子今天就带您进去看看 古人是用什么方法修建出来的 出发 哇 您快过来看看 这城墙也太高了吧 它足足有14米 厚度大概10米左右 木子去过好多地方 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厚的城墙 当年闯光东有3000万人 其中2400万人都是从这个城门过去的 所以当年这里是车水马龙 人山人海的 那么为了防止城墙被车马损坏 怎么办呢 上面这里用的是青砖 下面用的就是条石了 这可不是普通的条石 而是非常坚硬的花岗岩 它还能起到一个承重的作用 过了这就是闯关东了 那什么叫闯关东呢 首先办理一个手续 叫做通关文碟 这上面会写上您的姓名 时间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都会有一个详细的记录 站住 干什么的 大人我要通关 哦 看看 墓子 好 听本关为你宣读 奉天朝迭航至 有过关克里系唐山人士墓子 与鬼某之年在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要过关沿途经官房校宴 一力放行此域兵不分私 恭喜你 过关 谢谢大人 放行 现在咱们就可以通关了 走吧 咱们从这个位置上来之后呢 就可以抵达山海关的主城之上了 大家发现这个道了吗 非常的宽 这个呀叫跑马道 是当年这个站马呢 从这里跑上去的地方 而且同时可以容纳四匹马 咱们再看一下这里 这个两个砖之间呀 看到没有 有两指宽的一个缝隙 这里边呢 是用夯土制造而成的 非常的坚固 六百多年了 还保存挺完好的 那么这边还有台阶 在过去台阶呀 是供士兵行走的 现在呢 是游人行走的 这个设计呀 是非常的科学 而且呢 又非常的人性化 哇 上来之后 您看 这个就是天下第一关的匾额 不是在外面 真正的在里面 那块才是真正的匾额 相传呢 它是明朝时期 萧显所写的字 当时提写时呢 只见萧显 以神宁气 进入一种忘我境界当中 时而大笑 时而沉思 忽然只见他 落笔 天下第一关 便写好了 再看萧显气喘吁吁 汗石一倍 谁知呀 盲中出错了 悬挂扁额之后呢 主事在剑楼下 宴请萧显之时 萧显忽然发现 扁额上的下字呀 少了一点 此时呢 快马来报 总督已经过石河 萧显一看 回复徐比亚 在灯楼补血 为时已晚 他集中生智 命人眼墨 取过堂关 手中的抹布 团作一团 保湛末之 用尽了生平之力 朝扁额就打了上去 抹布呢 不偏不倚 正好补了 下字漏掉的那一点 您仔细看看 扁额上的下字那一点 是不是 真有点那个意思呢 大家有没有觉得 很奇怪呢 您看就是这些箭窗 红底 白圈 黑孔 看上去呀 就像长了眼睛一样 这样不就更容易暴露 他们自己的目标了吗 原来天下第一关 成了在出箭的时候 上面总会停留很多鸟 而这些箭窗呢 平时呀 它都是关闭的 这个战争时期呢 才会开启 鸟儿飞起来 噗隆噗隆的 当时这样一来 就肯定会暴露军情 所以当时啊 就有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说鸟儿呢 在飞行的视觉当中 他们发现这里呢 有一只眼睛在瞪着他们 所以飞到这之后呀 吓得赶紧掉头就飞跑了 这个就是著名的 神威大将军炮了 它的重量达到了5000斤 射程呢 是5到600步 古代5到600步呀 相当于现在的 是4到500米 大家可能会问了 那4到500米的话 射程这么近 其实在当时来说呀 这个射程是够远的了 比如在中国了 就是在全世界来说呢 都是非常厉害的 咱们转过来之后呀 这边呢 就是瓮城了 当地人攻破 各个城门进来之后 他们认为呀 就可以入主中原了 其实不是的 然后下面的城门 关起来之后呢 上面的弓箭手呀 是万箭齐发 就算是武林高手呢 他们也插翅南飞了 这个呢 就是瓮中捉鳖了 万里长城在众多关中 上海关 他凭什么叫做天下第一关呢 首先辽西走廊长约185公里 宽度达到了8到15公里 山岸关地处辽宁跟河北之间 而且是山跟海最近的距离 山岸关主城跟复城之间 环环相扣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在历史上 他从来没有被正面攻破过 可谓是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1644年在这里发生了规模巨大的 甲深大战 也叫做石河大战 有三方军事力量 李泽成的农民军 还有吴三桂率领的明军 多尔滚率领的清军 集中在这了 当时啊 如果没有吴三桂 打开城门 引领清军入关 就不会改写中国的发展史 所以说山岸关只要是不打开大门 他的这个防御体系啊 是非常的厉害的 有这样六个字呢 来形容他 叫做山海关 关山海 山海关地处北京和沈阳中间的位置 他就像一把大锁 锁住了东北通往华北的咽喉要道 成为了京师的保障 夙有东有山海关 中有镇北台 西有嘉狱关 从地理位置防御体系 修建时间来讲呢 山海关被称为天下第一关 观众木子下个视频带您走进在大海中建造的长城 这里埋葬的英雄人物就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敬佩的人 霍元甲 那您知道大英雄霍元甲他的真身到底葬在哪里吗 不是葬在了上海吗 怎么会葬在这里呢 他当时是怎么死的呢 这个地方是天津市的西青区小南河 霍元甲的死因在1989年霍元甲迁末的时候 在他的尸骨之上意外的发现了他的胯部有好多黑斑 后来经过法医的鉴定 这是一种中毒的现象 这才揭开了霍元甲真正的死因 观众木子现在就带您到里面去一探究竟 走吧 爱国大英雄霍元甲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很多影视剧的描述 中国武术家霍元甲在和日本打擂台的过程中 先是被日本人暗中下毒 然后在擂台上毒发 最终壮烈牺牲 这个说法呀 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1909年霍元甲约战英国大历史奥皮音 因为这位外国人当时嘲笑咱们中国人士东亚病夫 说自己呀可以打败所有的中国人 很多武术界的人士都去应战 有好多就丢掉了性命 所以霍元甲呢 决定出山 惠惠这个狂妄之徒 虽然奥皮音力大无比 但是知道霍元甲的功夫呀 非常厉害 如果和霍元甲真刀真枪的打呢 他肯定不是对手 所以和霍元甲只过了几招 就吓得当时和霍元甲求饶 把霍元甲呀叫到了后台 霍元甲呢 此时让奥皮音登报道歉 尤其是去掉东亚病夫 这个称呼 不准再称天下第一大历史 这个外国人答应后 灰溜溜的就离开了天津 后来呢又有一伙日本柔道高手 来约战霍元甲 让中国看看日本柔道有多么的厉害 日本人呀也小看了霍元甲 小看了咱们中国的武术 参赛仍不是对手 单单是霍元甲的徒弟刘震生 开场就轻松来了个一比五 而且还获胜了 日本人呀脸上当时挂不住了 就直接呢挑战了霍元甲本人 结果没几个回合就让霍元甲 把胳膊给打折了 日本人一看来硬的是不行了 那就来软的 摄验啊招待霍元甲 然后呢 他们在席间发现了霍元甲 一直有枪壳症 霍元甲确实是一直身体不好 根据金武会五十年的记载 他在少年的时候练功就伤到了肺部 所以呢落下了病根 日本人一听到这个消息 马上不安好心的说 他们呀有好的医生能够给霍元甲治病 又推荐了一个叫做秋野的医生 负责给霍元甲治病 日本武士哪里有这么好心呢 他们打不过霍元甲就改变了策略 想将其毒死都说当局者迷 霍元甲毫无防备之心 进医院没两天就不省人事了 去了之后啊 反而呢病情越来越严重 在1910年的9月14日 出院没有多久的霍元甲呢 就去世了年近42岁 霍元甲死后 那个邱医生他就跑了 在霍元甲去世之后 他的徒弟和朋友 拿着日本人给霍元甲开的药 到上海的国立医院去化验了 才发现呀 这是一瓶慢性的滥肺药 有一本书叫做民国十五遗案 是一位研究历史专家所写 观点比较权威 在追溯霍元甲死因的时候 有这样的记载 霍元甲的孙子霍文婷 和天津的有关部门呢 经过侦查和细访 走访了上海 广东等霍元甲的会馆 查阅了很多的资料 证实了霍元甲就是被日本人所害 他们当时在霍元甲吃的中药里面放了慢性的剧毒 闻名远洋的一代宗师就此陨落 霍元甲去世后 他生前所创办的金武会 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葬在了上海的北郊 是不是很好奇 不是已经埋在了上海吗 怎么会在这里埋葬呢 他确实是在上海去世的 最初也是葬在了上海 埋葬一年后 他的徒弟刘振生 也就是陈真的原型 跟霍元甲的儿子叫做霍东阁 将他的灵就迁回到了这里 因为这里是霍家的祖坟 也是霍元甲的故乡 人总是要落叶归根的 为了把金武会更好的传承下去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霍元甲的儿子16岁 霍东阁也毅然放弃了学业 由于他从小受到了家庭的熏陶 他自幼就酷爱武术 并能刻苦练功 即受父亲的宠爱 儿子接手后 当时成为了金武会的中流砥柱 霍东阁不止把武术更好的传承下去 抗日战争爆发之时 霍东阁积极支持前线作战 出钱出力四处募捐表演 为前线运输物资补给 后来日军占领了爪哇 霍东阁依然没有退去 在异国他乡继续进行反日斗争 在一次演讲当中 他被日军抓获了 后来在监狱中 他仍然不忘宣传抗日 甚至在狱中高唱爱国的歌曲 战争结束后 重获自由的霍东阁又开始钻研医学 在传舞的同时 他也开启了行医之路 霍元甲从一个爱打争面子的人 到一个不以武力解决事情的转变 这个过程是贯穿了霍元甲精神的体现 武术的精神 体现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精髓 直到今天 我们都应该竖起大拇指 为他们父子点个赞 我们要说一声 大英雄霍元甲永垂不朽 观众木子每天为您分享更多的历史故事